日本要投细菌蛋了 我知道汉中扔了 重天还会远吗 这是日本七三药制造的 情报渠道果然灵通啊 帮我一个忙 找内奸 不不不 那是你的事啊 这也是你的事 我告诉你啊 重庆那是老百姓的重庆 出你这句话 我答应你 我一会儿要去给贺涛送奖状 这小子最近有点摸不清底 你最好能悄悄编骨 看看底 活都留给我一个人干 余老板 慧姐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也不想想我跟你师父什么关系 我能不知道吗 别说你师父给你找这个地儿 还真不错呢 不不 慧姐 你肯定无事不登三宝店吧 找我什么事 来这儿几天 连成语都会用了 不不 我找你还是真有件事 行 你说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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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师父 不行不行不行 我师父要是知道了 能把我腿打折了 你听我的 我保你没事 怎么样 那 那 那好吧 走 地面一律用法国的大理石 还有这些柱子 这样可不行啊 何多爷 要钱不够 超预算了 钱不是问题 只要我满意就行 好的好的 去吧 何多爷 忙着呢 王长官大驾光临 有事远迎了 请 请坐吧 长官 何多爷 这果然是大手笔啊 心人心气象啊 我既然接管了场子 总得换换风水吧 何多爷也信这个 生意人嘛 没办法 不能因为少败了一个火 少烧了一个香 再弄点什么不顺心的事 那就不知道了 对了 这是颁发给你的奖状 奖励你慷慨解囊 为国军捐飞机 看看吧 我建议你把它赶紧挂起来 好主意 找一个最好的相框 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行 我也没什么别的事 先走一步 王长官开业的时候 再来啊 好说 我就不送了 你真的打算把它挂起来 为什么不呢 慧姐 真扎呀 扎 你那个师父鬼精鬼精的 不来点真格的 骗不了他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来吧 那也不至于下狠手吧 你不就是想见师父吗 你可以闯到乱江楼里去啊 我闯了 他们不让我进 这 这你可是我未来师娘啊 要是被师父知道 这刀是我扎的 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师娘的话你就不听了 我说扎就扎 那我扎了 扎 那你可得跟师父说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绝对不说是你扎的 都怎么里外不是人啊 来吧 来吧 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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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姐 我还没扎呢 算了吧 算了吧 别扎了 我还没扎呢 你就喊着这样 我要真下去 你也不晕了 你不就是想来点苦药剑 下午下午 师父吗 我有个主意 我以前靠这个装可怜 在慧仙桥 赚了不少钱呢 什么主意 就是吧 把你这客户上 给你们点积蓄和分量 就这么办 行啊 行 那不扎了 不扎了 好了 姐 你没事吧 你之前不是来过了 怎么又来了 滚开 我要见我师父 谁是你师父 喝汤是我师父 你小孩子 敢呼我们多伟的大名 不想活了 你没看我姐快死了 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耽误得起码 滚开 好 我给你听住啊 忍住 师父 你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 真的特别危急 那个杀手 蹭就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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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来对我干什么呀 那我能怎么办呀 在重庆 不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你又不见了 我只能出此下策 庄慧又去找贺涛了 这个女人 对贺涛的影响很大呀 我今晚就去干掉她 不用你出面 庄慧的身边 我已经安排人了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呀 何涛 你就别忙我了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就算是再危险 我都不会怕的 我有什么危险的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是共产党 谁跟你说的呀 那你就别管了 本来我要去延安的 但是现在我不去了 我知道重庆需要我 你更需要我 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 跟你并肩作战 你不会是发烧说胡话吧你 贺涛 你应该相信我 从陆山到现在 我一直帮你保守着秘密 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必须留在你的身边 不是 什么关键时刻不关键时刻呀 你说的是黄浩叶总会对不对 组织上有纪律 我懂的 钟慧 我要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相信我呢 我 可涛 我把你当成在这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我相信 我一定会把你保护好的 赵茴姐能这么说 你不觉得 我挺高兴的 但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但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越不承认就越是 我敢肯定 贺涛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在一起的 你憋什么这么说 我说他也是共产党 他很惊讶 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 他没有反对你 你就用了反向推定 接着说 他现在在准备一个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 跟皇后叶总会有关系 转贵 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 我真是没有看出啊 你的演技不错 我不是在演戏 我不是在演戏 我跟贺涛说的话 都是我的真心话 那就是 那就是你击中了贺涛的软肋 使他呀失去了防范 我不会比官敏差的 好好好 路头 您放心 我轻伤不下火线 走了 好 行了 总算是都弄跑了 这些炸药一旦引爆 这些炸药 谁都跑不了 让他们有来无回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剑东风了 咱们俩应该好好喝一杯 提前庆祝庆祝 还是别喝了 我没误事啊 能误什么事呢 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咱们也得好好 犒劳犒劳劳自己 再说了 这年头 喝完了这杯酒 还不知道能不能 喝上下一杯呢 走 喝酒去 好 何涛在黄国业总会 进展一切顺利 炸药已经安放好了 我叫怀氏远盯着 我们的黑猫计划 只是可待 千万不能大意 怀志远上次让官民 反跟踪 要不是发现得及时 早就出大事了 对了 那个官民 你怎么处置的 他关在拳击馆的 密室里头 拷问完他就杀了吧 对了 要让人觉得 是共产党干的 明白 另外密切关注何涛 因为官民的失踪 已经让所有人 全程搜狐 就不能让这件事情 影响我们的黑猫计划 放心吧 何大哥好久了 行了 今天真是高兴 喝多了 都有点坏迷糊 我先睡一会儿 你会儿 你看 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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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文你在哪儿啊绝文 为什么不给我霸仇 为什么不给我霸仇 给我霸仇啊 霸仇 为什么不霸仇 没事 做了个荷梦 你睡觉怎么还要把刀啊 老习惯了 我是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我还以为你是怕说梦话呢 好习惯 谁 叔 老陆等你好久了 有事吗 找到炸药的下落了 就在帮护叶总会呢 叶总会不是在装修吗 马上结束了 很快恢复营业 叶总会最近有什么活动 听唐三说 前一阵子正在筹备 尚高会战的庆功酒会 庆功酒会 糟糕 啰嗦 你盯着河桃 我去找老新 老陆啊 你已经被撤职了 至少 还没有看出挡机吧 老陆啊 老陆啊 你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啊 老新 如果我失败了 我的老母亲 就请你多多照顾 你去吧 你去吧 如果你走了 还有我 我们就是豁出命去 也不能让小日本的英雄得偿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共产党 你不要再跟我讨好近乎了 行吗 即使你不是共产党员 最起码你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黄河叶总会 是一个上流人物 经常出没的地方 一旦有什么不测 会回到整个中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要回去了 不如这样 我带你去八半 八半 什么地方 八路军住重庆办事处 到了那儿 一切你都会明白 啊 要不 去我们更高的组织也可以啊 增加延五十号 增加延五十号 是什么地方 中共南方局所在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中共南方局 驻重庆特别小组原组长 我的名字你不用问了吧 你的任务是什么 全力配合南方局 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保护南方局 在重庆的安全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 秘密组建的南方局 特别行动队 受延安直接领导 我们的任务 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 一旦内战爆发 我们掩护八半等机关 安全撤出重庆 好 好 我跟你去承转营 走吧 我希望你能停止愚蠢的往复行动 先变真伪吧 是真佛王我少将 是鬼神我传妙 重庆呀 有日本间谍 你被利用了 如果情况就会发生爆炸 火攻必然包含内战 让日本人坐手遗历 也会成为 尽管局会发生爆炸 车斗车尾的汉奸 不可饶恕的民族罪恋 我是汉奸 还是先证明你的身份再说吧 好好好 当然好 前面路窄 咱们先来走吧 还有多远啊 快到了 前面路窄 快追 把伤给给我 好 接住 你应该是走了 太危险了 你不要命了 没事 走吧 走 快回家 走 老板 陆远行的厮杀计划失败了 如果黑猫行动成功 他的死是早晚的事 下次注意 杜爷回来了 杜爷回来了 接着 谢杜爷 杜爷慢走 杜爷 你找我 我知道 你一直借两将会的名义 经常给敌后的西子军 运送弹药物资 国共合作期间 这不违法 我还知道你是 共产党的人 你想怎么样 郎中信任你 我也信任你 帮我一个忙 杜爷亲吩咐 再找几个可靠的弟兄 把皇后叶总会的照样 给换了 在我的地盘 绝不会重演 国共内空的悲剧 要死 必须死日本鬼子 杜爷 骆驼灵命了 老江 咱们也都不是外人 我问你啊 你觉得狼度也好呢 还是喝度也好 吴爷 智 ropes 你要这么问 我该怎么回答呢 没事 反正睡不着 就找你出来闲聊吧 赫作爷做事啊 有头脑 有眼光 而且懂军事 懂政治 无论是学士还是谋略啊 都在郎多爷之上 我觉得这贺多爷不是一般的人 心里应该有个大目标 那你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大目标吗 我姜武跟着武野不二 帮他就是帮咱们当家 来 以茶代酒 干了 老头 让弟兄们利索点 五分钟之内 把灯箱里所有的炸药都换掉 我想办法去拖着怀治员 干活吧 来 黄先生 你好 我们好好喝两杯 上次已经被你喝胖了 等黑猫计划完成以后 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黄先生 你又不想过 炸药在李总被引爆会很危险 你怎么全身而退 我时刻准备着为了我的事业付出生命 如果能活着回来 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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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开始 是 赫陶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板上的人名 错综复杂的关系 真假难辨的派系 他必须冷静下来 仔细地梳理清楚 牵一发而动全身 赫陶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焦躁和鲁莽 累积无辜 重蹈覆辙 齐娃子 齐娃 师父 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你怎么不在湾江楼待着 那个秦无烟跟孩子们呢 我让他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去了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 有些事我得好好想想 可能我真的是方向错了 不过还好 幸亏还没有铸成大错 小杰啊 你们还真是不错 秦无烟自从到了你这儿以后 整个人就要灌里面营养 他来了以后啊 你说的这些孤儿也算是有老师了 听吧 师父 这不是还多亏了你吗 幸亏你给我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才能收留他们 不过吧 收留秦无烟这件事情 我提前没跟您打招呼 你不会生我气吧 怎么会呢 你做得很好 当初啊 也是看你心地善良 才受你为徒的 虽然平时也小偷小窝 但那都是为了帮助妻女 接近那些难民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有一天都偷到你师父的头上 要不是看在你偷的东西 是接近难民 我肯定不会让你得手 师父 你开什么玩笑 我就算胆子再大 咱们可能会偷到你老人家头上的 我会吗 没有啊 等着啊 真对不起 瞎子刘 你是瞎子刘 原来是你办的呀 我说我后来缺钱花 想去慧仙桥找瞎子刘 借点钱花花 怎么找不着他们呢 师父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有这首摸骨神功 为什么不交给我呀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看见 郎中一出手就是一根小黄鱼 误入赌博羡 师父 你现在交给我了 那算什么本事啊 那就是江湖的骗术 只有心里有鬼的人 才会上大受骗 你光看见我算命算得很准 可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准 我事前做了多少功课 花了多少功夫 那我也想去 你教教我呗 行了 你有功夫呀 多看看书 多写写字 让自己永远不安垮 对了 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师父 我还没跟你汇报呢 我现在枪练得可准了 等哪天 我给你开两县试试吧 王峰啊 他来干什么 是我请他来的 你先去忙吧 知道 他不是好人 你小心点 今天约我来 什么事啊 今天约你过来 是想跟你讲个故事 希望王长官 能耐心地听我 讲完这个故事 我凭什么要提你讲故事 为了咱们重庆的黎明百姓 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 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 王长官有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小日本的飞机 每次都能成功地堵过 咱们的防空阵地 成功了攻击重庆 我知道 在重庆一直有很多的 日本特务 我也知道 在我们内部有人 跟他们勾结 但是这件事情我能处理 就不劳引到架了 你能处理得了吗 我听说王长官 已经不是什么处理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恐怕你这身军装也难保了 不过无所谓 现如今的国民政府 是腐败透顶 这身军装不穿也罢 没错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 但是我最起码 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 只要能抓住这些日本间谍 和这些特务 就算奉上这条命 我也敢 正是因为王长官 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 所以我才希望 你能够听我 讲完这个故事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露山的杀手到底是谁吗 是我 你终于承认了 我知道王长官一直怀疑我 但是王长官可能并不知道 我歧视之前 是咱们国军的高级特工 我的真名叫叶绍文 是要效军衔 在上海一次 炸毁日军尤库的行动中 不幸遇难 大人 这是假死 晚南世面之后 我对国民政府 彻底地含了心 相比共产党 他们相忍未过 很令我清败 大人 我假死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营救我的亲弟弟 叶绍文 叶绍文是你的亲弟弟 就是那个 关在露山监狱的共产党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他们之前的那次粤狱 你也共同参与了策划 没错 是我跟庄栋 也就是庄辉的哥哥 共同策划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这次粤狱没有成功 因为监狱方面 很早就知道了 我们这次粤狱行动 只是他们 并没有表露出来 他们策划了一次 伏击行动 把所有参与这次粤狱的人 都打死在荒野之中 而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者 就是周富贵和六伯 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要挑起国共之间的矛盾 所以你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你知道吗 你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恰恰伤害最大的就是国共合作 王长官说得没错 毛家领监狱 刘伯杀的那十个共产党 其实就是为了警告我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 如果我们为了私人恩怨 继续这种报复的话 势必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这样恰恰也是日本套路 最愿意看到 不过刘伯在那次行动当中 也让我意识到 他很有可能 已经跟日本人构结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杀了他 刘伯不是我杀的 我相信杀刘伯和谢四虎的是 同一个杀手 杀刘伯是为了嫁回于我们 而杀谢四虎是为了灭口 灭口 当时谢四虎躲在刘伯家的衣柜里 他轻易目睹了杀手杀人的这一面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那个杀手就是日本特务 而且由这个日本特务 我也可以判断出来 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 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你今天约我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还有一件事情 我向王长官请教 你说 陆远行是不是共产党 没错 而且 这是我们内部公开的命运 陆远行他们报社的那个冠名 是我们为了 在不久之前冠名失踪了 我一直认为是共产党干的 后来我找到陆远行 陆远行告诉我 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冠名的下面 如果是这样 那我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 王长官 今天约你来 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联合起来 一起把这帮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 和国民政府当中的那些害群之马 一网打尽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 配合你们重庆的这些袍哥 在重庆我们国民党的地盘上 抓这些日本特务 我试问贺老板 我们国民党颜面何存呢 王长官 重庆不只是国民党的地盘 它更是中国人的地盘 无论是国民党 共产党 还是炮哥 有一点永远是不会变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老师你好 老板想要见你 黄总会 老师 叶总会已经抓获完了 所有的炸药也都安放完毕 四座雕像也按照你的要求安中完毕 万事俱备 知泉东方 很好 何涛同志 你辛苦了 党中央指示 在清空酒会上 实施黑猫行动 就算是 微微糾纏 给延安减轻点压力 可是参加清空会的 都是一些抗日英雄 还会有一些 国民党的高层 一旦爆炸的话 一旦爆炸 玉石俱焚 何涛同志 抗战的期望在延安 而不是在重庆 内战在即 重庆是国民党的老长 如果爆炸成功 国民政府势必打乱 到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心思 再打内战了 这可是我们 唯一的机会了 否则就来不及了 我明白了 何涛同志 你的担子很重吧 也很危险 而且你要多保重 那我先走了 好 何涛同志 如果任务圆满门城 你的名字将载入实册 我还是不放心 那个河童 帮他 走到最后一步吧 有什么湿 经历到最后一步 那天 离开 你 瘦 你 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起 线说中的秘 逼天空的鱼啊 当风向刺骨 铺天盖地 我愿用我的生命 让远方 晴空万里 映出虎须 淡黑夜来袭 搜索黎明的消息 沉入谜底 脚步声细腻 时间是心的证据 线说中的秘 逼天空的鱼 当爱恨淋湿在我梦里 谁的伞会在为我撑起 线说中的秘 逼天空的鱼啊 当风向刺骨 铺天盖地 我愿用我的生命 让远方 晴空万里 你 沉入谷 宣说中的秘 你 见空的鱼啊 当爱恨淋湿在我梦里 谁的伞会在为我撑起 沉说中的秘 你 见空的鱼啊 当风向刺骨 不见该静 不愿用我的生命 你 沉入谷的云 让远方晴空万里 让远方晴空万里